可以预见,在最后20场比赛,恐有西部的排名还会增生俱变,并且,综合球队状态,是一对手情况,西部前次中,楼庭局大可能掉队,楼庭输给马次后,一坎到次留败,就立正以赴,在乔治入山西战后,可乐状态虚差,更为糟糕的是,在未来的20场比赛中,楼庭强队居多,先后要跟猛龙,勇士, 步行者,绝经,火箭等强队过手,此外,各队中也有诸如跨船,胡闻,热火和轮网,等减后赛球队,他们可都会为了减后赛大门做最后的别伤,因此,楼庭后半城赛城真的不好打,与楼庭相比,火箭俊心可谓脱胎放股,进入战刺胜因素,整体表现全远,在法里德和卡佩拉的盘盘下, 目前,火箭防守蓝本力,提升从全远军飞前69.4%,提升到81.3%,一夜从联盟倒数地应提升至联盟第3,在防守的带动下,火箭百回合近顺分,也从联盟的0.7%,提升至9.7,高军联盟第4,在赫东线下得分上30交单子,卡佩拉撤出后,火箭实力已是联盟前列, 终于开始有了总冠军项,用楼庭就有羡慕的当属爵士了,未来20场比赛,仅有决定一支强队,如果要把状态奇差的楼庭算上,顶东也见二支,顺利比赛次战准既后赛球队,胡云,快船和国王,其他都是递阵无力无求的百万球队,尼克斯,太阳,后半城赛城堪称联盟最佳,更为可怕,协式状态冷得不行。 近二十五镇十八胜,连克雄立和绝肌养之强对取得负连胜,总结一下,楼庭,赛城凶险,成员不齐整,状态不交,火箭,赛城一般,成员取整且正能配备高,状态好,协式,赛城齐交,人员取整,状态好,连胜势头肖猛,赛城来源,假如乔治再度攻队,依靠英尚丹和大队,西部第三针不稳了, 我等预测一下虚度最终排名,一,勇士,二,绝军,三,绝世,四,开拓者,五,火箭,六,油瓶,七,快船,八,买刺,你觉得合理吗?